设立福 耳师长者 各此诸子 等一大车 骑车高广 重宝装校 周扎兰顿 四面玄灵 又与其上张设显盖 亦以珍奇杂宝而言试之 宝绳交落 垂出华鹰 重复婉颜 安置单枕 嫁以白牛 肤色充结 形体舒毫 有大金利 行不凭正 奇迹如风 又多仆从而视为之 所以者何 是大长者财富无量 种种珠藏 细节充益 而作试念 我财物无极 不应以下猎小车 与珠子等 今此又同皆是无子 爱无偏党 我有如是七宝大车 其数无量 应当等心 各个与之 不亦差别 所以者何 以我此物 周给异国 由上不愧 何况珠子 事实珠子各成大车 得未曾有 非本所望 释迦牟尼佛教一生 舍利福 在这般小孩子 向长者要车的时候 长者就是佛 就各自赐给珠子 珠子就是比喻一切众生 因为这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所以叫珠子 平等 这一切众生和佛都是平等的 心也是平等的 所以这就是辟喻一切众生 借有佛性 借堪作佛 珠子就是辟喻众生 众生佛性竟然是相同 所以统统都是佛子 因为佛的心没有偏爱 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相待 因为平等相待 所以对这些众生 他就非常慈悲 所以就给等一大车 等一大车 这是比喻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是平等而没有差别的 所以才说一切法界是佛法 这是辟喻大乘的磨合眼教 磨合眼 就是大乘法 这大乘法 可是真实的佛法 和以前那个三种的拳法是不同的 可是在以前所学的这个拳法 也完全都是微妙不可思议的法 因为虽然是拳法 这个拳是为时而射的 这个性是相同的 性相同的 所以赏赐这大乘的佛法 叫各此诸子等一大车 每个众生都给他这个大车 可是虽然给他这种大乘的佛法 真实的妙利 但是这所有的众生 他每一个人在往昔 都有他这种的习气 都有他这种学习的工业在这儿 骑车高广 究竟有多高多广呢 这个高广 是车的相貌 但是这都是一种辟域 所以也就不能说他有多高 有多广 这个车 也是个假名而已 就辟域大乘法 这个高广也是一个辟域 就辟域如来的之剑 如来的之 就是一切的智慧 如来的剑 就是佛眼 如来的之 无所不知 如来的剑 也无所不见 所以横着来讲 就辟域佛的之剑深远 横周法界的边际 众宝庄校 校就是互相勾连的意思 众宝互相勾着 连接到一起 众宝是比喻六度万行的万行 用万行来庄严我们的法身 万行也就是众宝 庄校就是要我们修行 才能圆满万行 你若不修行 那就不能圆满了 所以众宝庄校 就是要我们老老实实的攻行实践 去修万行的行门 按照字一讲 就是在这辆车上边 四周围都有栏杆来围绕着 四面都悬着一种铃铛 铃悬到上口 它就有一种响的声音 这也是一种辟域 因为这一品所讲的 完全都是辟域 不能照着字意来讲 在法华经 这辟域品最难讲 也最不容易明白 可是你要深入法华经的意里头去 这一品也是最值得讲的 最应该讲的 这一部法华经 如果把辟域品明白了 其余的也就都很容易了解 所以也可以说 它也是最容易讲的 怎么说最容易讲呢 你若明白 就很容易了 你若不明白 它就是最难 一切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前边种宝庄校是辟域 因修万行 果正万德 在因弊的时候修万行 到果地时就得到万德圆容的美成 这周扎兰顿辟域的是陀罗尼 陀罗尼是泛语 它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陀罗尼的用处可就多了 无量无边那么多 所以翻译成总持 总就是总一切法 把这一切法都集中到一起了 持就是持无量意 持无量微妙的道理 又有一个意思 就是叫你总持你的身 口 意 三也不犯 你总持不犯口也 身也 意也 持无量意 你收持一切的佛法 这也叫总持 那么在这儿 为什么又说它周扎兰顿呢 陀罗尼的功用 可以持万善 万善 十万种的善事 严其所有的善 它都可以去做 都可以做得到 它又可以遮重恶 把这一切的恶给遮盖住了 遮盖住 那么一切的恶 就无形无相地消灭了 这也就是诸恶不作 重善奉行 所以周扎兰顿是辟于托罗尼 四面玄灵 铃铛是响的 扣之则铭 你一打这个铃铛 或者它一动弹就有声音出来 这又比喻四无碍变 就是词无碍变 法无碍变 意无碍变 乐说无碍变 又在这大的车上边 铺张血盖 这也是比喻 比喻佛有词 悲 喜 舍 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 是词无量心 悲无量心 喜无量心 舍无量心 词是给众生恶 悲是拔众生苦 舍是舍给一切贫穷的众生 喜是欢喜教化一切的众生 佛所以具足最大的德行 也就因为慈悲无量 喜舍无量 在一切德行之中 慈悲是最高的 也是最大的 它能富户一切的众生 所以在经上说 你慈悲若能具足实力 四无所谓 这就叫如来的慈悲 佛的慈 悲 喜 舍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显盖就是批语佛的慈 悲 喜 舍 似无量心 佛修似无量心这种行门 所以成就清静的范行 这叫张摄写盖 这是说 似无量心是要修万行 来庄严 珍奇杂宝 也就是种种的行门 而言是智 意思是用来庄严这个车 令这个车没关 这也就是说 在大乘法里边是要具足六度万行 以一切的法门 来庄严 帮助这大乘法 这也是比喻 本来宝绳是很宝贵的绳子 在这儿就比喻四红誓愿 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可是这四红誓愿 不是就这么念念就得的 必须要身体力行 你如果不去做 就这么念念 那是没有用的 你要回光返照 问问自己 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么我有没有度众生呢 我要是度了众生 这是行菩萨道 我要是没有度众生 应该怎么样呢 就应该去度 可是你度众生 也不要着到度生之下 不要说 这个众生是我度的 那个众生是我度的 不要有这个像 所谓离一切像 扫一切法 烦恼无尽誓愿段 天天要问一问自己 我誓愿断烦恼 现在我断了没有 没有断就要断的 你若不断 烦恼就不会消失的 说断烦恼 怎么样断法呢 这一点也不困难 并不是要你用刀 一刀把这个烦恼斩去了 你若知道烦恼即菩提 冰就是水 水就是冰这个道理 只要你把你烦恼的冰 化成菩提的智慧水 那就是断了 并不是叫你在菩提之外 另外找一个烦恼 在烦恼之外 另外找一个菩提 不是的 它是一个的 你会用 它就是菩提 你不会用 它就是烦恼 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为什么说众生就是佛 佛就是众生呢 你若把众生度尽了 你就是佛 你若没度尽众生 那你就是众生 众生和佛也是没有分别的 只要你觉悟 就是佛 你弥媚 就是众生 所以你不要在你自己以外 另外去找众生度去 那是向外吃球 你把你自信的众生度完了 那就是度众生 六祖谈经上 六祖大师不是说自信众生是愿度吗 怎么没说他信众生是愿度 而说自信呢 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一个的 没有你我他 所以这都在自信里头包含着 自信烦恼是愿断 自信的烦恼你要断 没有说他信 你若断烦恼了 你怎么会看见人家有烦恼呢 你若把烦恼断了 有烦恼的众生 也不知道是烦恼了 众生就是这样子的 若不这样就不是众生 所以这个样子不能改的 众生就是众生 那么佛呢 佛也就是佛 佛和众生没有分别 你要修 觉者佛也 你觉悟了 就是佛 谜者众生 谜了就是众生 觉悟和谜也没有分别 你不谜就是觉 你不觉就是谜 也没有分别 和那个冰 水又是一样的 法门无量事愿学 法门无量无边 我学了没有呢 我一天就是睡觉来着的 什么也没有干 那你就没有学啊 没有学 就没有用处 还要学 佛道无上事愿成 你成了没呢 若是没有成 那你想不想成呢 如果你要考虑一下 那又要等了三大阿僧七节了 你若不考虑 不用等三大阿僧七节 或者明天你就可以成佛 因为你不需要考虑 所以这是很决定的 我一定要成佛 一定要成佛 就会成佛吗 有智者是进成 佛就是等着你去成的吗 你若不想成 那谁也不能勉强叫你成 所以一定要自己欢喜去修佛法 成佛道 没有成 就要去修行 不修行 是到不了佛的果位的 垂诸华鹰 这个车上有着一切的华和鹰 这也是辟语四射法 四射的神通 什么叫四种射受众生的法呢 一 不失 欲令入佛制 先以欲勾迁 一切众生 你想要叫他开佛的智慧 入佛的智慧 你先要知道他欢喜什么 愿意什么 他所欢喜的 你先用这种的方法去引渡他 一切众生 都欢喜钱 所以你就先不失给他一点钱 这是才施 不失给他 他一想 我现在正没有钱用 有人不失给我一点钱 他心里就很欢喜 你再给他讲一点佛法 他就容易接受了 这就是欲令入佛制 先以欲勾迁 才施是第一 法施是第二 本来法施是第一 但是你若把他放到第一位上 因为对方没有欢喜 你给他说法 他就不听的 所以先不失给一点钱 然后给他说法 他就会高兴了 二 爱与 在佛法里讲爱与 这个爱要把它看作一种慈爱 怎么叫慈爱 就好像父亲母亲爱护子女那样的爱护 又怕他冷着热着 又怕他渴了饿了 照顾小孩子照顾得很周到的 这种爱 是一种慈悲 爱护子女 那么佛法里头要有这种爱与 就是你说话 不一定要说情爱怎么样的 就是说些令他欢喜听的话 这都是一种爱与 你对于众生一说这个爱与 也把众生就设来了 这也可以设的 你不是可以设置众生 爱与也可以设置众生 三 例行 就是你做种种的善事来利益众生 四 同事 你想要教化这个众生 就要和这个众生是一样的 先和他做朋友 他做生意 你也做生意 他读书 你也去读书 总而言之 和他做一样的事情 这叫同事和他做一样的事情 和他做朋友 久而久之 就可以度他信佛 度他反逆规矩 所以菩萨教化众生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对于一切众生无微不至那种的心 比父母对子女尤其真诚 尤其真挚 菩萨行菩萨道 令一切众生生一种欢喜心 所以菩萨对于众生 就是明明这个众生有过错了 他都想把他度过来 原谅他 包含他 将来这个众生 也一定会改过自心 不会永远都沉迷不行的 等一等啊 于是也不见众生的过 无论哪一个众生有什么过错 菩萨都原谅他 慈悲他 不怪他 这就是四射法 游修不诗 爱语 力行 同是这个四射法 就能得到四种的神通 来教化众生 这叫四射的神通 四种什么神通 也就是不识的神通 爱语的神通 力行的神通 同是的神通 这不是仅仅去做去 这都有一种神通妙用 在默默中来教化众生 你看 众生有的有过的 也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就把过错都改了 他不知道菩萨默默中 有一种感应的力量 把众生的心都给感化的改过自新了 有的也感化不过来的 菩萨对他也不放弃这种的希望 也是希望他将来改过的 所以这四射法是妙不可言的 重复婉言 重复 就是一层一层的 婉言 就是在车里边铺的粘 入那种东西 铺了一层又一层这样子 这也是有一种表法 是辟语修一切禅纳的功夫 你天天依照这观照般若来熏修 久而久之 就会有所成就 这表示在禅宗里 你坐禅得到一种清安的境界 清安 就是觉得自己周身通体的舒态 身上有一种特别快乐的感觉 行不知行 坐不知坐 理不知力 卧不知我 到这一种无人无我的境界 这就叫重复婉言 这种境界 一定要你去修行 才可以得到 你用功 可以真知道这其中的妙处 你若不用功 是不会知道的 安置单枕 把单枕置放在车上 这也有一种辟语 辟语修到用功 动不爱静 静不爱动 动也就是静 静也就是动 动静一如 急动急静 急静急动 好像车在走 这就是动 车停止了 就是静 静动都是这一辆车 所以我们人修到 动静也都是我们这个人 这是外边的枕表是这样子 那枕 是在车里边 是预备人的身体来靠依靠 或者躺一躺 休息休息 是休息身心的 这休息身心的枕头 是辟语一行三昧 能生出你真正的般若智慧 嫁以白牛 就是把白牛套到车上 这个白牛也是个比喻 比喻我们人没有漏 无漏了 以前不是讲过无漏的智慧吗 无漏的般若智慧 这叫嫁以白牛 无漏 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人所有一切的习气毛病 都是漏 你所有一切的预念也都叫漏 这个漏就把自己害了 为什么我们不成佛 就因为漏 为什么没有开悟呢 就因为漏 为什么习气这么重 就因为漏 为什么预念这么重 就因为漏 若无漏了 那就是得到解脱了 你得到无漏智慧 你修四地 四地也成就 你修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也成就 也会开悟 你修六度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也会到彼岸的 怎么叫无漏 你保持着无漏的这种智慧 不去做一切邪之邪剑的事情 这都是无漏 总而言之 你要是能看着自己的家 这就是无漏 我们要防着我们的无明火 这无明一生起来 那时候天也不怕 地也不怕 神也不怕 鬼也不怕 什么我都不怕 你妖精来了 我也敢和你打一架 为什么这样子呢 就因为无明火生起来了 所以要天天防备这个无明火 日日防贼 防什么贼 防你里边的贼 所谓家贼难防啊 外边来的贼 他不知道你的宝贝放在什么地方 你家里若有贼 你有什么宝贝 他都把你偷去 月月防贼 每个月都要防贼 就要防备你的眼 耳 鼻 舌 身 意这六贼 你这个心 被这六贼给支配的颠颠倒倒 烦烦恼恼 你说可怜不可怜 这六贼 把你自信的法宝都给偷去了 所以就没有看住家 没有看住家 就漏了 这一漏 就随大六了 随大六 就是和一般的人一样 你若能以保持无漏 这决定成佛的 所以这个漏是最容易犯的一种毛病 你要是无漏了 那就架上白牛车了 你若有漏 就没有架上白牛车 白牛大车 又表示四念处 也表示你修四念处开悟了 圆满成就了 四念处 就是身 受 心 法 以前讲过很多次 白牛 又表示四正秦 又代表四如一族 四正秦 就是为生善根令生起 以生善根令增长 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消灭 没有生善根的 令善根生出来 以生的善根令增长起来 好像没学过佛法的 就叫他学 已经学过佛法的时候 就叫他增长 不是说我学过两天半佛法 我就明白佛法了 我就不再学了 要增长 没做到恶事 令他不生 已经做过的恶 就令其消灭 没有了 四如一族 就是欲如一族 精进如一族 念如一族 思维如一族 一 欲如一族 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就满足你的心愿 这个欲不是欲望 就是你希望修道 就成功了 二 精进如一族 你精进 精进也满你的愿 好像有人想要拜法化经 你天天继续着你的志愿去拜 这就叫精进如一族 三 念如一族 又教心如一族 能碎心满怨 你想做什么 就成功了 四 思维如一族 不单你念 你就思维 单单心里想一想 也会达到你的目的 这四如一族 都要本着无漏的智慧 所以你若有漏 就不会成功 若无漏 就要没有一种的淫欲心 这就是无漏的根本 你若没有淫欲心了 那就是有无漏的智慧了 有淫欲心 那就是没有得到无漏的智慧 形体书好 这是比喻发大成心的心 就好像形体书好 心具一切法 所以这是大成法的一个全体大用 只要说出一个心字 就包括一切的法 这大歪牛有大经历 有大的经和大的力量 说是牛身上生的经非常强壮 所以它力量也就大 有大经历 经辟于五根 利辟于五利 五根 就是五种的山根 为什么叫根 因为根以生长为义 所谓根身底固 本固之容 根若身 坚固了 枝叶也就茂盛 华美 这五种的山根就是性根 静根 念根 定根 会根 性 静 念 定 会 我以前讲过 佛法好像大海那么宽广 只有一个信字 才能到佛法的大海里边 所以这个信 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一个根 你有信心 就能扎下去根 根扎到地里边去 你有多大的信心 这根就扎得多深 没有信心 就没有根了 所以我天天讲佛法 你一定要生出一种信心来 这就扎下去根了 静 那么你有了信 还要去求进步 降前去精进 若不精进 你单单信而不去行 那也没有用 一定要向前去行 念 你行 你又要念字再字 永远不忘 这是念根 定 你有了念根 不要被人动摇 先不要想要去度人 说我觉得佛法不错 我去教化众生去 叫众生都来信佛 去和众生一接触 因为没有定力 就被人家所转 被人家所化 不但没有化人 而且被人所化了 这就没有定根 你如果有定根 就能把你所要度的人度过来 不会被人家度过去 慧 就是智慧 你有了定根了 就会生出一种慧根 智慧的根要扎下去 更是不会摇动 有大精力 力就辟于武力 武力就是这五根 因为它能生长根 有了根 就会有力 武力 也就是信力 尽力 念力 定力 慧力 由这五根就变成五种的力量 有这五种的力量 你就可以挣得这五肉的智慧 来成就一切的善根 一切菩提种子就可以成就 因为这只牛有大精力 所以它行步也很稳当的 一步也走不错 这也有个辟域 辟域定慧均平 定有了 会也有了 会有了 定也有了 定增加一点 会也增加一点 会增加一点 定也增加了 所以定慧均平 你若有定而无惠 就变成一个愚痴的修行人 若有惠而无定 那变成一个活动的修行人 所以必须要定帮助惠 会帮助定 互相帮助 行步平 正还有一个辟域 辟域七诀调平 七诀 就是七诀之 也就是七菩提分 菩提就是觉道 所以也叫七诀分 就是七种觉悟的法门 佛为二诚人所说的三十七道品里边 在大成中也包括这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就是四念处 四正情 四如一族 五根 五立 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七觉知 一 则法觉分 又明则法觉知 选择使法非法 选择正法邪法 选择真法违法 选择实法虚法 这一些法都应该选择 以什么来选择呢 以无漏智慧的则法眼来选择法 在法里边 我们要检择正法 真法 实法 善法来修行 把邪法 虚法和不正当的一切的邪知邪见的法不要它 二 精进觉分 则法觉分 然后就要有精进觉分 精进 选择你所认为是正法的 你就要去精进修行 你精进 也要依照真正法门去精进 不要依照假的法去精进 你若在虚伪的法上去精进 你精进也是变成虚伪的 所以精进也要有绝分 你要明白这是你所应该行的道路 三 喜绝分 喜是欢喜 这欢喜也有正邪之分 有一照正路修行而欢喜 有得到一种颠倒而狂喜 颠倒的欢喜 就是不正当的欢喜 在这情形之下 颠倒的欢喜是什么 就是任由助你的欲念 这种狂欲 去做颠倒的行为 这时候 你也觉得很高兴 很欢喜的 但这是一种颠倒的欢喜 要欢喜这个禅 欢喜这个法 要禅月为时 法喜充满 四 除绝分 你若知道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真的就保留 假的就要断除它 断除你的烦恼 五 舍绝分 就是把所不应该留恋的 都要舍了 好像坐禅 也不能执着坐禅的这种好处 有的人坐禅得到一点境界 就着住到境界上 放不下了 总要贪恋这种欢喜的境界 所以这种境界 还要把他舍了 舍了他 然后才有定绝分 六 定绝分 定是禅定 修行 一切都不执着了 就有一种禅定的功夫成就了 你禅定的功夫一成就 这就是一种定绝分 在定绝分上 你也要知道外道那种那手悠闲 令心意识不起 这是一种外道所修的定 不能依照这种定去修 要修正定 正定 就是无所执着的正知正见 由这种正知正见 就生出一种正定 七 念绝分 择法绝分 精进绝分 喜绝分 这属于心里头 你要是有一种昏尘 就要用这三种的绝分来对治昏尘 你要是心里浮躁 就要用出绝分 舍绝分 定绝分这三种来对治它 你来对治心的昏尘和浮躁 这叫念绝分 所以择法绝分 精进绝分 喜绝分 除绝分 舍绝分 定绝分 念绝分 叫七菩提分 这是七种觉悟的方法 我们修道的人 都应该知道这七菩提分 发菩提心的人 必须要依照这七菩提分来修道 因为能依照这七菩提分而行 以调和身心 是没有危险的 所以这叫行不平正 这是用功德力的一种表现 这只牛的速度 有跟风一样快 奇迹如风 奇迹如风也是有一个辟语 辟语八正道 八正道 这八种正当的道路 是修道人应该依照这八种的道路去修行 这八种的道路是 一 正剑 剑是看剑 怎么又有正剑呢 因为你若有邪知邪剑 你就不能接受真正的佛法 所以必须要具足正知正剑 以无漏的智慧 来破除一切的邪知邪剑 而修持正知正剑 正剑是非理物事 不合乎理的 你不要看 二 正思维 就是非理物听 不合乎理的话 不要听它 不要想它 不要思维它 为什么有了思维 就因为有听觉 然后就想了 这个事情如何如何 那个事情如何如何 三 正语 就是非理物言 不合乎理的话 你不要讲 不要进讲是讲非的 不要进讲这个怎么不好 那个又怎么不对 非理的话 不要说它 四 正业 就是非理物动 也就是要做正当的事业 不要做邪业 邪业 譬如找几个会赌钱的人开赌馆 用会赌钱 会骗人的人 能把头子一变 要他出什么就变出什么 这都属于赌钱的一种神通 不要做这个 这就是邪业 找几个青年的女人 做不正当的事情 指望着这个来赚钱 这也是邪业 总而言之 不正当的事业 都叫邪业 所以不要做它 什么是正当的事业呢 参禅 打坐 你不打妄想 这是最正当的事业 学佛法 这是正当事业 那学佛法 谁给饭吃呢 你把佛法学好了 自然就有饭吃 你不要担心 五 正命 什么叫邪命 什么叫正命 你做事做的正当 这一生都光明磊落 这是正命 邪命 有五种邪命 标一献旗 说己功德 斩香吉凶 高升献威 说己功养 第一 标一献旗 就是献旗特象 献一种很奇怪的样子 本来男人不带花 他头上带好多朵花 在街上这么走来走去的 令人特别注意 这叫乍献异象 或者根本社会没有这么一种的装束 他就用这么一种装束 或者他看人人都穿衣服 他跑到街上不穿衣服 令大家都注意他 都说这是个真模特 这也是一种乍现意象 奇怪的样子 第二 说己功德 说我在什么地方造了什么庙 我又在什么地方修了什么桥 我又在什么地方设过周场 我又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不失 讲自己的功德 不知多少多大了 第三 战相吉凶 为人说法 战相 战是占卦 他算一算一惊 说你明天就死了 如果不供养我几百块钱 或者几千块钱 你这个命就保不住了 这个人一听 我命要死了 留着钱干什么 把这钱给他 我把这命买得长一点 于是把人家代理的钱 就骗到自己代理 或者说 你将来是不得了 你将来会做总统啊 不过你现在要做功德 你最低限度拿出五千块钱来 你在我这儿做一点好事 你一定就成功的 这个人一听 五千块钱就买个总统吗 不要错过机会 听起来真的 于是就给了五千块钱 将来做不做总统 你也找不着他 这个人或者又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第四 高升县威 说起话 就大声喊起来了 令人一听就误以为这个人很厉害 也就恭敬供养他了 第五 说几供养 说自己所得的供养 说某某人供养我五十万块钱 某某人又供养我一百万块钱 他对我真有信心 就对人专门讲人家怎么样供养他 为什么 也就好像叫你也要这样来供养他吗 这就是一种攀缘心 希望人家来供养 这是五种邪命 六 正经济 经济 有的是正经济 有的是邪经济 邪经济 他修一种邪法 这种邪法是害人的 怎么样害人法呢 有那种旁门左道的 他昼夜六十非常用功 勇猛精济 也是修种种的苦行 可是是无意的苦行 好像学牛的行为 学狗的行为 休息机的行为 他想学牛吃草 说这是精济 牛一天到晚都吃草 所以他也不吃饭 就学牛吃草去 他认为这是一种修行 那头牛升天了 所以他就以为吃草可以升天 也就吃草 以牛做师傅 根本这头牛自己都不明白法呢 你跟着这一头牛去学法 这就是些精济 又有跟着狗去学法的 他说这狗在外头睡 给人家看门口 这有功 又去吃粪 这也是一种苦行 所以他就学狗这种的行为 又有学鸡的行为 鸡怎么样去找吃的东西 在地下刨试吃 所以他也用手就学鸡的爪子 用嘴在地下吃东西 他认为这是苦行 你看 这谁也做不到的事情 他能做得到 其实这种就是无意的苦行 可是虽然是无意 他自己不承认那是无意 他认为这就是修行 为什么他这样子 就因为没有正经济 也没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就吃牛戒 吃狗戒 十几戒 这样子 这叫些经济 正经济的话 就会依照佛的四念处去修行 是正经济 依照佛的四正勤去修行 这是正经济 依照佛的四如意族去修行 这是正经济 依照五根 五力的法门去修行 这是正经济 依照七菩提分去修行 这是正经济 依照八正道分去修行 这是正经济 依照苦 急 灭 到四地义法去修行 这是正经济 依照五明元行 行元时 时元名色 名色元六入 六如元处 处元寿 寿元爱 爱元取 取元有 有元生 生元老死 依照这十二因元去修行 这也是正经济 再要依照六度波罗密去修行 这也是正经济 总之 依照佛法修行 这就是正经济 佛没有说的法 我就不修它 佛没有叫我们去做 我们不要做 这就是依照奉行 依佛的教会来修行 再爱正经济 又分出身经济 心经济 心经济 就是勤念三宝 所谓念念不忘 思维正法 身经济 要身体力行 譬如拜佛 看经 拜经 理颤 称念佛的名号 以身体去行持佛法 其正念 念就是想念 正念 就是念佛 念法 念僧 邪念 就是念见 念爱 念思 念见 念什么见呢 也不是正见 若正见就好了 它念偏见 念爱 这种情爱总忘不了 念思 就是自私 时时刻刻都要为自己打算 你想叫他忘人 他忘不了 你想叫他无我 他也放不了 所以这正念 就是念佛 念法 念僧 念佛 我们除非没有时间 有时间就念佛 念那摩阿弥陀佛也好 念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好 或者念那摩肖哉严寿佑师佛也好 念法 念大悲咒 棱炎咒 这都是法 念金刚经 法华经 棱炎经 这都是法 念僧 念十方贤圣僧 十方贤圣僧是谁 就是这些大菩萨摩赛 大阿罗汉大比丘僧 这都叫僧 现在在世界上出家人都是僧 你若念僧得供养僧 念法要供养法 念佛要供养佛 你不忘了三宝就供养三宝 你若供养三宝就要恭敬三宝 供养三宝做什么呢 就种福 你想要有福田不是吗 你想要有福 一定要供养三宝才会种福 八 正定 正定就异于协定 定还有协定吗 什么叫协定 就是一种执着 放不下 好像有的人欢喜喝酒 你劝也不改 你叫他不要喝酒 那他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 他有这种协定 好像他吃迷魂药 吃这种愚痴的药丸子 越吃越愚痴 你说不要吃那个东西 他也不改 这都叫协定 好像有人到来听经 听不入耳 因为他有他那个执着 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不能听你的 这都叫协定 有那协知协见的定 正定 就是修四禅八定 那么修这个法 要先没有我像 一切不为自己 把自己忘了 既然忘了自己 怎么又会喝酒 怎么又会吃迷魂药 怎么又会去 尽帮助自己这个身体 怎么又执着自己这个身体呢 修禅宗 要连一切人最欢喜的好处 都要忘了他 这就是正定 这车又多 仆从而是未知 仆是做工的工人 从就是随从而保护着 仆从是辟喻方便法门 方便波罗密 以方便法而达到彼岸 这方便法 是能委屈婉转的顺承仁义 为人做一些工 来帮助人 所以这叫方便波罗密 天魔外道 集二成人都离不了这方便的智用 都随着这个方便的智去修道 所以在维摩经上说 皆无事者 全是来拾后我的人 好像服务员 就是来服事 帮着做工的这种人 仆从又有一种意思 就是果地所得的神通 果地的菩萨 是已经正果 得到实地的地位 果地的菩萨 都有神通 能随心如意 想做什么就可以成就什么 这种神通能以随心如意 好像有很多仆从来保护着 这就是大乘法要需要很多方便法来帮助 来成就 所以这叫又多仆从而是未知 严其神通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好像有很多帮助做工的仆从似的 现在这一段文若观心来讲 我们现前这一念的心性 往竖着来说 也没有一个先一个后 也没有一个开始一个中瞭 若往横着来说 这心也没有一个边际 没有一个边际 所以在现前一念心性来说 也就是空地 也就是假地 也就是中地 因为它具足空 假 中者三地 所以就位之高 这就代表骑车高广的高字 又我们现前这一念心 是具足使法界的 佛法界 菩萨法界 身文法界 圆诀法界 天法界 修罗法界 人法界 碧玉法界 恶鬼法界 畜生法界 这十法界都没有超出至现前的一念心 所以又给它起个名 较广 因为这十法界太广大了 我们的性德 就是自性的这种德 超过横和杀术 所以较种 性德的本体 就是宝 所以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重宝庄孝 幼者 我们心外就无法 法外就无心 所谓佛说一切法 应众生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所以说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心就是法 法也就是心 外道怎么叫外道呢 他就心外求法 向心外边找法去 既然心外无法 一说这一个心字 就包括实法 出实法 都包括在这一个心字里边了 所以这样子 就辟语周扎兰顿 幼者 这个心能普遍感应一切 有一种感应道教的力量 所以眼珠阴教 一切的阴声和阴教 也都不出这一念心 所以这又叫四面玄灵 四面玄着灵档 又与其上 张摄显盖 这也是说的这一念心 掩起这个心 是一切诸法中最妙的 他既然为诸法中的最妙 所以就无法不包 没有法不在这个心里头包着 也无法不复 这个心都在所有 这一切法的上边 所以才说 又与其上 张摄显盖 我们这个心 有心王 又有心锁 心王 就是八识心王 八识就叫心王 其余的都叫心锁 这个心王 有时做一种的观想 他这儿一做观想 其余所有的心锁 就都响应他 就都听他招呼 所以这就批语 以真气杂宝而言是之 讲经讲关心 这种讲法很多人都不容易了解 你要是不了解就不听 那始终都是不了解的 你看 人人都知道有个心 而心有这么多个讲法 讲出来 反而不明白了 这个心锁 有个善心的心锁 善心和心锁互相帮助 有一种接连不断的因缘 这就辟语经上所说的宝绳交落 在善心的心锁里边 能生出来无量的智慧 也能成就无量的福德 所以这又辟语垂珠华英 又者这一念的心性 具足柔软的法 也具足清安的法 而且还具足一切诸法 所以就重重无尽 左一层 右一层 说也说不完 讲也讲不了 一念心性就有这么大的作用 所以这又疲语重复婉言 这个心性 也就是动 也就是静 也能动 也能静 动不爱静 静不爱动 动静一如 动静不二 这就是表示的安置单枕 你再往深了一层来观察 这个心性的理 是由妙观察至显出来的 所以就辟语嫁以白牛 肤色冲结 成性的这种功德 微妙不可思议 所以这就叫浮冲 浮非常的滋润 在这个心性具足有无量的功德 要是不掺杂烦恼 这就叫色解 色解净了 因为你在你心性里头 不掺杂无名烦恼 这个心 具足圆容自在 这是辟语形体书号 观心这种圆观 就是圆容无碍的这种观察智慧 它能生长一切的善根 所以这叫有大金 那么这种圆观 又能摧拂三界以内的见爱 见爱 也就是爱见 这种颠倒的思想 所以这叫有大力 这种圆观 它是定会不二 即定即会 即会即定 定会圆容 所以辟语形不凭证 这种圆观 它能以任运而达到彼岸 所以比喻为其极如风 这种圆观 它又能使令一切的心索 支配一切心索 所以就叫有多仆从而视为之 现在依照观心的道理 来解释这一段经文 若网多的讲 还有种种的讲法 不过限于时间的关系 暂时讲到此 在前边说 这个车这么高 广 上边有四面玄灵 张设显盖 又用真奇的杂宝而言是之 又有很多的仆从而视为之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因为这位大长者 财富无量 财富是所有一切的法宝 就辟语佛的财富 也就是佛所说的种种法门 种种珠藏 就是种种的宝藏 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这里面 这是比喻一切法 这一切法 总体来说就是六度万行 六度 就是不失 持戒 忍辱 经戒 禅定 智慧 这六种 不是单单我们念一念这个名字 这就算到彼岸了 也不是我们单单学学这个名词 就算明白了 要实实在在去做 不失 或者财师 法师 无畏师 要去功行实践 持戒 就是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也要去实地做 忍辱 这是最不容易的 不失也容易 持戒也不太困难 唯独这忍辱是最不容易的 就因为我像没有空 我像不空 就不能忍辱 忍辱 就是逆来伸受 对你不好的人 你要认为这是好的 有人就说这太愚痴了吧 学佛法 就是不要学得太聪明了 你太过聪明 就又过去了 若没有我像 没有我直 没有我见 就把我扔到一边去 不要他 你要想 未生之时谁是我 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假名我 转眼朦胧又是谁 没生的时候 哪一个是我呢 我又是哪一个呢 在父母未生以前 我又是怎么一回事来着 生我之后我是谁 这个我又是谁来的呢 是怎么回事呢 长大成人假名我 假名字是有个我 等到死了之后 又是哪一个呢 你能常常把我看空了 看得假了 这个时候就能拟来顺受了 虽然对我不好的人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学佛法 不是听了之后 就算明白佛法了 必须要实实在在去做 实实在在去做 不是说一天到晚 左吃一块糖甜甜的 又吃一块糖甜甜的 这样子我就忍辱了 说我吃糖 我很欢喜吃的 这忍辱了 不是的 若遇到有逆境的来 就是你最不欢喜的事情来了 你要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 这个就是明白了 就是真会做了 这就叫你来顺受 忍辱 大大概概是这样子 不过不容易做得到 能以做得到 这就是得到妙法莲花经的妙处 不要把我看得那么重 我将来都会死的 何必那么样子死心塌地的 就帮着这个我来争名夺利呢 所以 要把我像看空了 要没有我 那有人打我 那怎么办呢 有人打你 你要这样想 哦 我以前打过这个人 所以现在他打我 那今生我没打过他呢 那么前生或者我打过他 或者我骂过他 我没想过吗 你今生骂人 来生就会被人打的 你今生若打人 或者来生就会被人杀了 你今生若给人家麻烦 来生人家也给你麻烦的 所以这前因后果很厉害 说 我不信 你不信 你有没有烦恼 有烦恼 那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不能忍辱 不能把一切都放下 你不信 也是这么回事 你信 也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们前生若骂人 今生被人打 前生若打人 今生就或者被人杀了 前生若杀人 今生或者这个人 就把你一家大小都全杀了 有这么严重啊 你知道 这就像钱存到银行里 你若不拿钱 就会生利息 这个因缘果报 是很厉害的 因为这个 我们修道的人 时时刻刻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要管着自己 不要无缘无故 就生出一种的烦恼来 这是忍辱 精进 就是不懈怠 不懒惰 昼夜六时 恒精进 好像现在这个本堂 我在西方收着第一个徒弟 这有一半精进 这果钱 还有一半不精进 但是照着西方人来讲 这就是精进 要照着九修道的人来讲呢 还是有一半 只有一半 不是完全精进 就是这么厉害 禅定 是坐禅修定 修禅定的功夫 前边讲的很多了 不诗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这五度 另外又有一个别的名字 叫福德藏 第六 智慧波罗蜜就是波罗藏 也就是智慧藏 所以这儿说种种诸藏 这就是辟语波罗蜜 这个大长者 财富无量 种种诸藏 席皆充义 这也有一个比喻 辟语全十二指 全智圆满了 这叫义 实智圆满了 这叫充 全智也圆满了 实智也圆满了 全 全时的智慧都圆满了 所以叫席皆充义 所以这位长者就做这种的念 我这种的法 是没有再这么高 这么尊贵的了 我不应该用小乘法来度这一切众生 这一切的三十子 就生文 圆觉 菩萨 不应该用这种小乘给他们 现在这些小孩子 也就是辟语三成的人 修到修的时间都还不够久 都是出发心的 好像小孩子那样无知无识的 但是虽然他们没有知识 可都是我的儿子 佛说 我爱我的儿子 我对一切众生 无偏无党 都是一样的 没有偏思 也没有一种偏爱 我又像这样用七种宝贝所造的大车 就是四念处 四正寝 四如一族 五根 五力 七菩提 八正道 这三十七道品所庄严的大乘佛法 这数目很多很多的 我应该平等平等的 存平等的心 每一个小孩子 我都给他一辆大车 不应该有所分别 什么缘故呢 以我所有的财物 这种法宝 就是周给异国的人 异国是辟域长寂光净土 由上不愧 不愧是辟域这个佛法永远都不会缺乏的 既然我的法布师给全国人民都用不完 何况是我自己的儿子呢 我自己的儿子同我这样有缘 所以那更用不了了 所以我现在一定每个人给他们一辆大白牛车 事实 就是这位长者赐给珠子大车的时候 那么给这大车 如果财富无量 而不是他自己的儿子 也不会给 如果是自己的儿子 而没有钱 也不会给这样七宝的大车 现在这位长者既然有钱 而且财富无量 有种种宝藏 皆惜充益 圆满 这些珠子又是真正的佛子 所以佛就等赐大车 给每个儿子一辆大车 本来这些小孩子不是希望完全都是得到大车 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或者一个洋车 或者一个路车 已经就满足了 已经就觉得很欢喜 很好玩了 现在长者因为有钱的关系 所以就所有的儿子都赐给一辆大车 这就是用大乘法来救度众生 这样子 这一切的小孩子 本来没有这种大的希望 可是现在都得着这种又美丽 又高贵的大白牛车 所以这一切的小孩子 从来就没有见过的 从来也没有玩过这么好玩的 这不是他们本来所希望的 本来所希望的只是小车就可以了 现在得到大车了 这意思辟语什么呢 辟语二成人本来修小惩罚 分断生死已经了了 可是现在又不用另外费功夫 不用另外多麻烦 就割一本鞋而成道业 借着他本来所修习的 又成就大乘法 怎么叫割一本习 就是他本来所学的 本来所学的是小乘的境界 现在他再往前一进步 回小乡大 大乘的法也就得着了 所以自然而然就把变异生死也了了 了了变异生死 这不是他本来所希望的 不是他本来所想要得到的 现在已经得到 所以这叫非本所望 就是超过他本来那种希望 我 不认识 大家